他還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驚喜呢 與丈夫涉嫌捐款10億 潛逃加拿大的貴婦奶奶 還提出了難民申請 要把人帶回台灣的難度越來越高 但北院卻送給她一個大驚喜 落跑前精心營造上流形象的貴婦奶奶 曾經是時尚廣告界的大紅人 兩年前與廠商鬧得不愉快 雙方對付公堂 2009年貴婦奶奶出席 時尚購物商城的開幕記者會 拍下了一系列的照片 但對方以私未經同意 就把這些照片用在日後的廣告宣傳上 貴婦奶奶氣得一撞告上法院 與部落客女王一同出席站台 兩名網紅的高人氣 讓時尚購物商城買氣水漲船高 但貴婦奶奶卻指控 她只是出席記者會並不是代言人 對方卻把她的照片放在海報文宣 還有車體廣告上 已經超過她同意出席記者會的範圍 因此提告求償300萬元 被告提出辯駁 但法官認定 貴婦奶奶擁有一定人氣 她的名字 她的照片都有商業價值 因此判時尚購物商城要賠15萬 全案可以上訴 但若是時尚購物商城提出上訴 律師說 就算貴婦奶奶繼續躲在海外 沒回台出庭 結果也未必對她不利 捍衛自己權利 貴婦奶奶衝第一 甚至還在官司一審勝訴 要廣大受害的投資人 怎麼咽得下這口氣 記者黃天耀陳玉璇 台北採訪報導